在国家宪法中 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年龄主义 并列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两者都是为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 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唯物论和阶级论 他创造圣地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 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质结合 中国革命发动农民夺权 在农村建立根据地 再用武装夺取城市 在实施上强调党指挥枪 实行官兵一致 军民一致的原则 另外 发动土地革命 划分农村人口成分 强制胜在分配地主乡身的土地和财产 鼓励劳动者的积极性 创造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正经条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